在這個圖片裡面我們顯示的是 我們一般正常的肉眼對各種不同顏色光的敏銳程度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裡面看見 我們眼睛對這個波長大概在550奈米左右的黃綠色 這個顏色的光是最敏感的 隨著波長越來越長往紅色這個地方增長波長的時候 我們眼睛的敏銳程度就開始下降 到往指光方向也是越來越下降 最敏感的顏色大概在黃色黃綠色左右 我們眼睛最敏感 當然400到700奈米就是我們眼睛可以看見的格見光 到了紫外線跟紅外線我們眼睛就完全沒有辦法看到了 就是對這些電磁波就毫無敏度可言 為什麼我們的眼睛會呈現這樣子一個敏銳程度呢 我們為什麼對550奈米的電磁波特別敏銳 想要捕捉這樣的電磁波呢 道理很簡單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 我們最好的電磁波的來源 就是太陽 我們看一下太陽所發出來的各種波長的強度的分佈情況 這個圖裡面我們可以看見500奈米在這個地方 550大概就是在這個波段 在這個圖裡面有三個訊息 黃色的代表著在大氣上端的接收到的這個 不同波長的強度的分佈情況 是這個黃色的區塊所代表的意義 紅色的區塊呢 代表著在海平面 也就是在我們地表上所看到的 接收到的這個電磁 這個太陽光的電磁波的分佈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在大氣之上 也就是還沒有受到大氣影響的時候 太陽光的分佈大概就是黃色的 是沒有任何的缺陷的 是從這個250奈米 一直到2500奈米 整個是連續分佈的 可是在我們地表上呢 看到的太陽光 接收到的太陽光 有一些缺口 有一些缺口 像這些不同的波長 有一些光的強度下降了 原因就是經過大氣之後呢 大氣當中的O2氧 氧分子會吸收掉部分的 這個太陽的光線 包括紅外線 也包括在這邊的 在這個 臭氧層 O3 吸收掉了紫外線的部分 使得在大氣 在這個 在400奈米以下 我們知道400奈米以下就是紫外線 紫外線在大氣之上 有很多的紫外線 可是到了海平面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紫外線 原因就是被O3 臭氧 把它吸收掉 臭氧呢 吸收了這個 紫外線 把自己分解為一般的氧氣 好 所以 我們在地表上 也就是海平面上所看到的曲線 變成這些紅色的 稍微跟大氣之上 所探測到的太陽光的組成 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麼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看到 不管是 哪一種情況 我們都可以看到 大概在550奈米左右 不管在地表上 或者在大氣層上 所看到的 都是最強的 太陽的成分 太陽光的最主要成分 就圍繞在這個550奈米左右 我們在地球上的生物 為了要能夠利用光 太陽的光 來 密實 來做任何的生命現象 我們眼睛就是在 眼睛最大的功能 就是在 利用光 來 偵測訊息 所以 為了要 利用光 所以當然是把 我們眼睛的演化呢 朝向 地球上最旺盛的電磁波 也就是550奈米的電磁波 來發展 我們的演化 我們的明度 在這個區段 是對我們最有利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眼睛也是這樣的一個曲線 圍繞在550奈米 是最敏銳的一個區域 我們的眼睛 以及我們的大腦的演化呢 都朝向了這個 在地表上最旺盛的電磁波 550奈米的電磁波 在這個圖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曲線 就是這條 石線 這條石線 是一個所謂的 黑體輻射的頻譜 黑體輻射 一個 溫度為 5000度左右的 這是5000度的一個 物體呢 它會因為自己的溫度 而發出電磁波 這叫 back body radiation 黑體輻射 發出的電磁波 當然在不同的波長 有不同的強度 根據黑體輻射理論 畫出來的曲線 是這條曲線 這條曲線 來跟黃色 還未經大氣之前的曲線 加以 比對的話 我們會發現非常接近 這意味著 太陽表面的溫度 應該就是在5000度左右的這樣的溫度 所以它所發出來的 電磁波的組成 跟我們一般 在地球上 一個5000多度的 物體所發出來的 平 不同的波長的強度是 吻合的 所以這說明了 太陽的溫度是多少 所以我們從太陽所發出來的 這個太陽光的組成呢 我們得到許多許多 非常重要的訊息 在這個圖片裡面 都展現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有這些缺口 因為有大氣當中 有水 有氧 有二氧化碳 還有在大氣層高空處 有這個臭氧層 都展現出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而眼睛的發展 就圍繞著Visible Light 就是可見光的範圍 因為這個地方最旺盛 我們眼球就是為了要捕捉可見光 捕捉地球上最旺盛 最充分的電磁波 就是在聖克班外面 阿文